其實在去年 最喜歡聽到一句話叫 巧心巧心巧得第一 這句話真的成為 這個網路瘋傳的 當然最得意 等我們要問問看巧心 有沒有Mr.Right會出現 到底誰會把他取走呢 那當然這部分的時候 我們就提到另外一個 國民黨那位年輕的 叫做小浩浩那位 就是我們號稱的小鮮肉 會不會眼淚流出來 因為號稱叫做 這個媒體情侶 不知道真還假的 假的 假的 馬上先否認 因為其實你知道 很多人在我們的網路上 就留言對我們那證號說 他好帥 他不是 不過我們今天沒有請他 所以跳過去 我們繼續請另外一個帥哥 來 其他人的這些星座運勢 OK 我們看宋楚瑜先生 這個他其實在我們節目上 他是雙魚座嗎 他其實他的生育是錯的 他其實是金牛座 他是金牛 對 他是金牛座 那然後 金牛會這麼愛哭嗎 不是 對不起 我繼續繼續 我們其實金牛 愛出看的是看他感性的層面 但是我看他整體的流年盤 他的星盤裡面 有土星跟木星的對分 我告訴你 土星跟木星對分 觀眾聽不懂 那次到最後 但是很抱歉 我意思這個叫做功敗垂成 就是他還是很想要找機會 重新再起 但是在接下來兩年當中 他必須要加把金 因為他想要尋求的這些契機跟機會 不一定能夠如他所願 他會找不到舞臺 所以在二零一六年 整年的情況 他的運勢是只有七十分 就是一直在尋求舞臺 尋求他可以發揮的空間 那同時他也要注意健康 這是宋楚瑜先生自己的流年 還是整個金牛座的要注意 就是宋先生他自己本身的流年 他自己跟金牛座沒關係 那講到我們的馬總統 他是巨蟹座 那巨蟹座 他是流年的土星沖月亮 流年土星沖月亮 月亮是代表我們的情緒 安全感 然後我們知道他去年還是前年 眼睛也有做了一個小小的手術 有沒有 在星盤當中 太陽跟月亮其實就是代表 眼睛 腸胃 情緒 這三個層面 所以他運勢還是平穩 七十分 但是他在健康方面的部分 要特別留意 他可以平穩 好吧 我也怎麼這樣講 好吧 我知道了 OK 對不起 我對馬 現在沒有什麼意見 那最後我們來看 就是大家都很關心 這次就是在選舉造勢當中 我們又看見的林飛凡 他真的加分不少 林飛凡他的流年當中 有好有壞 那我們給他的運勢 還是在七十分左右 就是集中藏胸 然後他要注意言行 因為還是會有很多重量級的人物 想要仰賴他的知名度 跟他那個時候的名氣 還是會想要找他 但是他可能還是有一些激烈的項目 一些客項 所以他講話的方面 特別是感情方面的處理 還是要當心 感情 對 會影響他 他不知道那位女朋友還在不在 好 不論怎麼樣 還在嘛 應該感情還不錯 金牛座的感情還蠻穩定的 好 等一下我們要請教姜老師 姜老師這些人今年的狀況如何 好 我們會持不同的意見 因為如果都講一樣 那這個節目根本就沒什麼好看 好不好 說得好啊 姜老師 來 心跳在跳 對 我們到底哪邊好不好 其實從流年來看 我們今天因為今年是猴年 那蔡英文的蔡字 因為大姓猴子逢草原 代表蔡英文的公民在 當然在猴年 住庸置也是非常旺 是 但人際關係 這個英字 英字 蔡英文裡面上個草原 猴子逢草原也是好的 那蔡英文的英字 這邊像一個人 那猴子變成人 代表說蔡英文的規劃能力 在新年一年 他當執政 他當總統的時候 他希望臺灣能夠更好 但是我剛才提到 蔡英文本身來講 沒有多大問題 是因為大環境 整個金融風暴的問題 導致臺灣的經濟變不好 跟政治的紛爭 讓他的聲勢下墜 那這個文字來講 這個猴子抬頭 猴子抬頭 昂首闊步 代表說蔡英文在新年一年 他的下屬功也滿不錯的 但是我記得我們在去年 我們去年曾經預言說 蔡英文家的 他爸爸的祖墳 風水有問題 虎邊下陷 虎邊代表人際關係 所以我們在去年就有講說 那時候我講說 蔡英文躺著選就會贏 但是現在蔡英文家 不如一個問題就是 他的下屬功 會不如跟馬英九一樣 下屬功比較弱 管不動下屬 蔡英文當總統 最大的隱憂 就是說來自於下屬功 人力太弱 諸侯並齊 諸侯並齊以外是 他管不動下面這些人 所以新的一年 我們要請那個 未來的高委員 要跟那個蔡總統 預料他是高委員 我懂 百分之百 是 如果沒有的話 我到他家掃射的時候 掃一年 二零二零年高委員 我懂 我懂 我剛剛拚了命把你胡選 是 好 那我們再來看 朱領 我陪他去倒垃圾 真的 那所以新年年 我認為說蔡英文 當然整理是不錯的 但是下屬功要不要 步入跟馬英九一樣的狀況 那群雄並齊的同時 不要因為分贓分得太難看 你要站出來 你只要站出來 我也是挺你的 但是你不站出來 連我們都要罵你 將來一定會有這個問題 在未來一年 哇 那朱立倫我想大家認為說 他到底好不好 因為大姓猴年 竹五行俗火火來課金 代表朱立倫在新的一年 公民位 猴年來講 公民位沒有了 對 但是不要看他公民位沒有 剛剛小心講了 猴子 猴子在猴年 猴子戰力學人走路 朱立倫會去籠絡中生代的選票 跟中生代的這些 包括政治家 那這個輪子猴年猴子逢人 這不代表猴子有房子可以住 這不代表年輕的公民 代表說朱立倫新年一年 他不會管這些老的 包括吳敦營 包括馬英九 或是連戰這些老的 他都不會理他 只要顧好中生代的 包括議員 包括立委 包括選票 包括下屬公 包括你的下屬公 在新年一年我認為說 他還不錯 江景成 蔣萬安 還有什麼年輕人之類的 盧秀燕 對 還有盧秀燕 但是我要補充一點是 大家很關心 2020年他到底有沒有機會 我要跟各位報告 猴年他整體運勢 不會差到哪邊去 雞年因為雞戰力 雞戰力 金雞獨立 雞有房子可以住 代表他雞年運勢也不錯 但我要特別提到 2018年狗年的時候 狗戰力 狗戰力就是 狗上山頭百壽期 因為狗不是老虎 你老虎戰力可以稱王 但狗戰力的時候 在狗年那一年 我認為朱立倫的身世會往下走 往下走之後 到底2020年老鼠年有沒有機會 老鼠年當然沒有機會 為什麼 老鼠年老鼠屬水 水來克火 公民院沒有 那老鼠戰力代表危機 老鼠從人 過街老鼠人人喊倒 我認為說 你管好你的新北市 你不要再想2020年 因為2020年一定有新生代 或其他人會出來競選 這是給朱立倫建議 對 大家很關心柯文哲到底好不好 柯文哲其實我這一點 就是跟剛才前面老師講的有點類似 就是說 蔡英文在2020年 他當然會順利的當選 第二任的總統 但第三任的時候 我認為說 第三任是2024年 2024年是蛇年 那蛇的時候 柯文哲的刻字 因為蛇五行書 木來生火 口代表洞穴 蛇喜歡洞穴 代表2024年 柯文哲的身世非常旺 對 再來這個蛇抬頭 蛇抬頭就變成王的意思 那這個哲各位看到 下面是個口 蛇年 蛇逢洞穴來講 代表柯文哲來2024年 就是等於我們10年的時候 他不得了 他有機會選上新年的總統 在這個時候 所以 那是哪一年 12年 12年 下一個12年是在20... 二零二... 二零二零 二零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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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八年後 他是有放手一搏 我今天一定要比得賴清德 我今天竟然沒有問賴清德 是很可惜 賴清德下次 會不會也是 未來的總統候選之一 老師你有來之前 我稍微幫賴清德 稍微看一下 對 賴清德來講的話 因為流年來看 其實今年是猴年 我覺得賴清德 今年有機會升官進捷 就是說你如果不當台北 新台南市長 當然他說他一定會留任 但其實今年來講 我個人認為 我們在座那位美女高小姐 她今年也有入閣的機會 那為什麼 當然不能隨便講 不能因為她來現場 我們霸解她 我要貼口之斷 為什麼 她近期內一定會受高層 正好進入天秤座了 天秤座 按照星座來說 天秤座一定有大事 在今年下班 星座我是不懂 那我們用從神小清明來看 因為大姓高 因為今年是猴年 高啊 高上面是個口 下面是個口 猴子開口學人講話 第一個 他今年公民會很旺 他可以得到老闆 蔡英文的賞賞 那你看 高家瑜的家字 下面有兩個口 猴子開口又學人走路 代表他今年人際關係很旺 企圖性也很強 那魚是代表猴子有房車可以住 我覺得今年來講 他名利雙收 那另外還有可能升官的機會 所以今年布局的明年會名利雙收 對 所以可能有入閣的可能 不過我們比較好奇是 那這個我們講到我們這個嘉瑜 因為你知道每次嘉瑜 只要上電視的時候 那個網路PTT一定開始討論 一定要一個加 然後再一個魚 以前我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 為什麼要在旁邊加一個 因為有一次我不小心 在那個政經線10P的時候 多看了高嘉瑜一眼 拿上那個網路就說 那個傑銘哥好 那個那個在看高嘉瑜 他就畫一個加 然後一個魚 我心裡想這是什麼回事 我都不記得 所以我們等我再談非反目 先來談這個嘉瑜 嘉瑜好事會盡嗎 其實你看我們去年其實有預言 高預言的感情事情 那時候他還不敢講 那其實我早就預言中 對 其實我們早就知道 預言什麼 我們早就知道 我們上節目的時候有講 那我們來想一下 就是我們用液晶普瓜撲克牌來算一下 是 到底哪一年結婚 你的Mr.Ride到底會不會結婚 對不對 好不好 好 那可以 你那個是可以移動的麥克風嗎 如果不行沒關係 可以啊 可以啊 那可以走過來 對 謝謝 我們很關心 大家很關心 待會兒哪一年會結婚好不好 你想 想完之後洗三次抽一張 應該什麼時候入閣 都給我 但是你要先想一想 你說 心裡面想說你哪一年會結婚 那想完之後洗三次就好 洗三次抽一張 我比較好奇 我什麼時候會生小孩耶 欸 你要先結婚才會生小孩 我剛才是 生小孩 沒問題想什麼都在問他 下注一定要結婚才能生小孩啊 好 他就要生小孩 生小孩 問哪一年會生小孩 想完之後洗三次就好了 好不好 隨便抽一張 好 生小孩看子孫 隨便抽一張 我自己抽嗎 隨便抽一張 我來看就好 難道你變成高老師自己解答 我怕你會說生不出來 真的嗎 往後面看 我們看子孫 如果掛中子孫 孫的五行書什麼 那就哪一年生小孩好不好 來看一下 好酷喔 真的 這個掛中真的沒有小孩 沒有子孫咬耶 完蛋了怎麼辦 直接貼頭 真的沒有 所以短期要生小孩 不可能 絕對不可能 短期啦 短期是多短 那有沒有補救的方式 換個人 換個人 但是真的很奇怪 我們看也絕對沒抽屁啊 這個掛中你自己看 沒有子孫咬 你問子孫 小孩沒有子孫咬 真的沒有 你看 隨便抽一張一定有 這張也沒有 你是不是拿一些都沒有的 來 這張也有子孫咬 你看 所以真的是沒有 短期啦 短期啦 反正你要出間 那算一下會不會換男朋友 我在三年前 我三年前就認識她 是在另外一個節目 當時她的問題 也是說她能不能生小孩 三年後還在問同樣的問題 可是她真的很想生小孩 她真的很想生小孩 好 那如果 算說要不要換一個男朋友 就是生了 那我們算一下 你到底跟現在男朋友 感情關係 好 來 好不好 那你不要想要留豆花 汪潔明 你要想那個 想心中的那個男生 心中想那個男生 對 抽一張 不要抽兩張 怕你緊張 我們看四瑤跟陰瑤 四瑤就是我們高議員 未來的高委員 陰瑤對方 看陰跟四的關係 四瑤父母 對方的父母 代表說 這個雷哲歸妹 各位看一下 雷哲歸妹 代表少女跟在壯然的身邊 少女想出嫁 對 你所以一直想要嫁 但是呢 彼此都還在考慮 因為父母代表憂慮 代表考慮的意思 代表彼此條件還沒有談好 那彼此還在想 到底要不要結婚 談了十七年了耶 對 但是今年我要跟各位報告 雷哲歸妹 這雷代表長男 那妹代表當然 哲代表少女 所以是今年我們高議員 很想要嫁 那我覺得說 她的Mr.Right 另外一半如果今年沒娶的話 恐怕恐怕會有變數 那趕快娶娶那麼好的 沒有我是想要先生 如果能夠生才要結婚 謝謝 這是我們剛才那個高議員 大解析 我看全世界全臺灣都知道 這一段一定會瘋傳 另外一個另外一個就是我們來看一下非凡 然後非常非常我們再請教一下我們這個徐小新 巧新小新的Mr.Right在哪裡 新年一年猴年到底有沒有公民 大姓林 林猜字學裡面是兩個幕 因為猴年屬金 金來客戶代表說林輝凡 新年一年各位認為說 他可能有再起的機會 但我個人認為沒有 但是他會做一件事情 今年他沒有公民 但是這個非字 這個非字猜字學裡面代表雞 那猴跟雞的五行都屬金 代表林輝凡會在他比他年紀大一點 中生代大概四十歲五十歲選票裡面 他擁有這個人群 那這個凡字 這個凡字這個金 因為猴子金代表衣服 猴子穿衣服代表說 林輝凡他擁有中生代選票以外 還有年輕女生的選票 對他來講他是有制度 中生代欣賞林輝凡這麼了不起的事情 我都以為是年輕的 你知道心中充滿期待的少女 才會對他有興趣 對 中生代也有興趣 所以猴年來講的話 我個人認為說猴年 他大概表現普通沒有很好 但雞年他會不錯 OK 雞年為什麼會不錯 是因為雞年這個凡字 金代表雞皮彩衣變鳳房 這個凡代表蛇跟雞代三 我認為說2017年 林輝凡可能會風雲再起 OK 佔個位置 所以要等大概一年多的時間 可以 一年多沉淺一下 好 那當然最關鍵是 當然一定要好奇 我們知道最近抱起了這個巧欣 那巧欣當然一定好奇 她到底未來有沒有什麼好的事情 巧欣 心中有Mr.Right了沒 有 但是還沒有到要結婚 我才26歲 還很早 26歲很年輕 26歲 那真的很年輕 要早一點生 我們25歲就生了 現在還在在乎這個問題 OK 好 那妳想要問老師什麼問題 那就問感情好了 看一下感情的狀況如何 那妳心裡想說妳跟你Mr.Right 未來感情 我們要算一年就好 那想完洗三次抽一張 當然不是 洗三次是不是 想完之後 當然想對方 但妳不要想別人 政號眼淚會流出來了 洗三 我們看四遙跟硬遙 四遙代表你 硬遙代表對方 然後隨便抽一張嗎 老師每次講四遙 我就像四遙已經洗上 學上立法委員 我們看四 四代表自己 硬遙代表對方 看大家好不好 這關鍵叫火天大友 四遙代表父母 硬遙代表光軌 對 你看各位如果看不懂沒關係 這個父母代表土 硬遙光軌 光軌代表南方 南方代表男朋友 火來生土代表 這個畫像代表說 男生愛女生比較多 如果不準 老師明年絕對看不到我 因為講話就要鐵口直斷 不能模擬兩可 因為老師再補充一下 四遙代代表火 五行屬火 光軌 光軌代表男朋友 代表老公的意思 所以四遙下小青 已經叫對方叫老公 再來對方屬火 我聽到那個全臺灣的新碎城一片 從那個臺北一直睡到新北市 睡到桃園 睡到台中 我們睡到南部有沒有 因為南部綠營比較多 那桃園一北 我看這個要拒絕心中的碎片 那沒關係嘛 然後我們先講說 小青未來哪一年會結婚 既然是男朋友 哪一年會結婚好不好 來 再一樣想清楚之後 洗三次抽一張 因為算這個就要鐵口直斷 不能講模擬兩可 是 所以你看小青都不敢講話 對 沒關係我們該撿的會見 那我們再來看 以女生來沾這個液晶的掛像 哪一年會結婚 看光軌搖 光軌看是哪個搖 光軌看光軌 這個會像光軌代表卯木 代表說 巧青有沒有可能那麼早結婚 原來看起來 四五年裡面應該沒有 應該是民國一百 一百一十一跟一百一十二年 所以大概還要五六年才會結婚 我想應該短期間 三四年裡面 他應該是不會結婚 那不是他男朋友急死嗎 不會 他不急 因為這個要檢視他可能虎年兔年 因為這個光軌帶卯木 卯代表兔子的意思 代表兔年才會結婚 那我如果幫他問問題 我要幫他抽嗎 可以 你要問他 我幫他問問題 我問那個問題 好 他都要問一個問題 他問什麼問題 問他可不有有沒有機會 這個做立法委員或升官之類 或者在正常 講的是二零二零 對在正常 政壇上 他會不會繼續的發光 發熱 不然人家先選議員 直接選議員 對 就是真的 能不能選一些在政治上面 那先問說議員 能不能選上 那選完之後 看光軌跟四遙的關係 好不好 那我就是 洗三次抽一張 對 能不能當議員 你比他緊張 我真的比他緊張 我看這個脫案的意思 我真的手在抓 來 一張來啦 光軌跟四遙的關係 不是四遙 不是五四遙 來看看光軌 代表父母 父母代表 你看各位看一下 父母五行屬金 光軌遙屬土 土來生金 Level 風 風代表豐盛的意思 代表說 你選議員的機會 當選 機會是百分之百 那我再問一下 要選在哪個地方 是新北市還是北市 還是台中還是哪裡 來 一 但是你要先問哪裡 你要先問新北市 還是台北市 我自己是台北人 所以請問台北 台北 一 二 三 台北 一樣看四遙跟光軌遙 是 台北這張 昆維地掛 各位 這個掛像顯示說 你不見得要在台北市選 我建議如果你要選的話 我建議你不妨可以搬到新北市 等一下去監困選區台南 新北市 新北市 新北市可能跟你的關係 會比較好 因為新北市長 因為剛剛是朱立倫 那從這個掛像來看 來看的話 我覺得新年一年 你剛剛應該跟朱市長 好好拔解拔解 所以選新北市 這位比台北市來得好 好 所以剛才我們已經替這個 就是高歐這個議員 跟未來的徐議員 已經做了一些簡單的問題 但是我還是請教一下 就星座的角度來 徐老師 我們還是回頭一件事情 其實我真的還是蠻好奇的是 柯市長 柯市長基本上是全台灣 現在最關注的人 他到底是2000年還是2014年 那如果這邊還可以順便把賴清德 放進來更好 對 講到柯市長 其實我的手機裡面隨時都有他們的命盤 是 但是有他們的命盤 因為我們其實不太確定他到底是幾點出生 因為通常政治人物明星 他不會告訴你他實際上幾點出生 所以我們可以看他大概的 那因為所有的老師都說2024 那我就稍微幫他看一下2024 2024的時候 然後如果大家可以其實看不到我這個手機 沒關係 看得到很清楚 可以拍 像現在沐昕 流年的沐昕 吉利的沐昕是在處女座 對 這邊鏡頭在那邊 對 這裡 對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1 2022 2023 2024 那個時候沐昕應該是走到金牛座的位置 那你看柯市長他其實在他的命盤裡面 他並沒有其他的行星落在金牛座 所以他金牛座這個地方是空的 有沒有 但是我們同時要觀察他的其他的土象星座 你有沒有發現他在摩羯座裡面有一個符號 這個符號叫做土星 是 叫做權力 那你有沒有發現他的處女座有三個符號 金星 火星 冥王星 這個特別是這個冥王星是很大很大的權力 所以等到沐昕走到金牛座的時候 這裡會有一條線 他會形成這裡有一個三角形 就是我們看流年的 對 那其實我想要表達的意思就是說 在2024的時候 對他來講 牧鳴三河他的確是有很大的聲勢跟聲望 可以去角逐這個 老師你可以看出來 就是三年後的臺北市長選舉嗎 三年後的臺北市長選舉 2016 2017 2018 2016 2017 2018 2019 2019 2019 他還是會穩定當選 因為沐昕在射手座 沐昕在射手座 沐昕在射手座的時候 他本身他是獅子座 那獅子座他還是一樣敗望 我有感受到可能很多民進黨的那些 準備問頂市長的心引稅 今天是在比稅心嗎 其實我昨天晚上在想這個事情 就是我們說的朱立倫 這邊你有他的心象嗎 像雖然我們不知道朱立倫先生 他到底是極點生 但是我還是有大致上把他的盤找出來 所以大家看到在西洋星座裡面 你會看到一個這樣子的盤 他好複雜 這樣子的盤 那因為現在流年帶給他吉利的木星 其實是在處女座 所以你知道他他在前幾年 其實是還蠻順遂的 那時候名義很高 但是那個時候帶給他好運的木星已經走掉了 他現在已經往下面走 所以走到天秤座的時候 就是今年九月的時候 他其實就開始會慢慢的比較順利 等到走到二零一七年的九月以後 木星走到天蠍座的時候 你看到他會牽動他生命當中的 這一個藍色的三角形 我看到了 這個藍色的三角形 那那個時候就是他的聲勢 可以再回來 所以他搞不好需要花兩年的時間 再重新回到他原來的好的位置上 所以這蠻特別 從星象來看 他是有機會好的 可是我們從他的命理上面 似乎好像他困境很多 這困境很多 其實就是要看這一顆 因為像現在 像現在這個是這個地方是射手座 這個地方是射手座 那射手座流年的土星正在射手座 射手座在一個星座停留兩年半 那因為他是雙子嘛 所以他就會被影響兩年半 等到這顆土星慢慢的走入摩羯座之後 對他的影響就變小了 好 所以我們剛才其實講到這兩位人物 我們當然還是很好奇 因為我們突然抓到一個新的焦點 也許這個過完 就是過完今天報紙就會看出來 就是徐曉星要競選新北市的議員 但一樣道理 我們從星象部分來看 這個請問一下這個徐老師 你對於巧新未來的這個官運 你怎麼來看這個事情 我要手指頭伸長一點 把你的生日遮住對不對 還是可以公布沒有關係 生日還好 生日還好 因為其實巧新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幾點生 但是我把你的星盤打出來 你看剛剛我們看到朱市長的星盤 那個朱先生的星盤 跟你的星盤 你的星盤相對是簡單很多 那我一樣你看 像現在流年的吉星 木星是在處女座 所以今年二零一六年在這裡 二零一七年在這裡 二零一八年在這裡 所以到二零一八年 你就會有一個很好的運勢 就是因為你星盤當中這個木木一百二十度 那個時候會出名 然後知名度會大增 然後很多好事 然後不管你想要做什麼都會有貴人幫助你 可是選舉是二零二零對不對 二零一九二零一九 二零一七二零一八二零一九 所以二零一九的時候 木星是走到射手座 接近摩羯座 然後你看你的星盤當中 他就是呈現紅線 所以在二零一九年是你生命當中 很關鍵的一個時期 就是那個時候又要參選 又要決定結婚的兩件事情 一起來 時間正好巧 剛剛佳老師講的不磨合 巧希會不會又是當了議員 又當了結婚的那個準新娘 還生的小孩 哇 一次生兩個 因為我們看結婚這件事 通常在星盤當中會看金星 這個女生的符號 就是一個跟戀愛婚姻方面有關的 所以木星來合的時候 那個時候工作上也忙 然後又要考慮結婚的事 但是那個時候反正現在心裡有準備 你還有好幾年的時間 可以好好的運作到那個時候 兩件事情 兩件好事就一起發生這樣 好事成說 那當然我們想講到可能就單洗臨門的 這位高議員 會不會是入閣或是他的律師 我這個多指多聲 OK 有沒有可能多指多聲 這個是高議員的星盤 OK 你看其實呢 他的星盤他的時間 稍微略略的比較準確一點 因為是大概在凌晨兩點鐘 所以他的星盤主要都是在 在這個下半部這個地方 對 那一樣呢 木星現在在他處女座 就剛好在你的上升星座 讓我告訴你 星盤當中女生 看會不會生小孩 是要看金星跟月亮的組合 所以呢 像剛剛呢 像江老師在幫你看 會不會生小孩 生小孩這件事情 其實是同時看男生跟看女生 剛剛江老師有提到 但是以你自己來說 木星合到你的金星 就是從現在一直到秋天的 這一段時間 是你最容易受孕的時候 就是今年 所以你今年呢 一定可以比方說 好好的把握時間 出國去玩一玩 或是去諮詢一下醫生 然後一起看一看 到底有沒有一些方法 所以今年2016年到7月8月 這段時間對你來講 是最容易受孕的時間 因為這段時間呢 如果說你沒有順利的懷孕的話 等到木星呢 在九月的時候 走到天秤座的時候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就你就會看到 他其實是木星跟土星 意思就是說 開始忙別的事情去了 工作方面的事情 事業方面的事情 然後你就沒這個心思了 所以在2017年忙的是 2016年9月到2017年 忙的是工作的事 到2017年到2018年 所以接下來呢 如果你一直在忙工作的事情 你的確是會錯過生小孩子的 這個階段 那運勢呢 運勢呢 木星在2016 2017 2018 2019 到2011年 接下來的五年 都是你的運勢大好的時候 這麼好 今年呢 因為你現在是已經有男朋友了嘛 那今年呢 是桃花運 跟生小孩的運氣 到明年呢 就是財運 到後年呢 他是入第三宮的時候 是出名 到第四年的時候呢 他其實就是 木星若事工的時候 就是 燒成 家庭方面的 所以如果說你要結婚的話 你應該要選擇在今年的年底 或明年的年初 這個時候結婚 這個時候是最適合你去結婚的時候 因為結婚通常有很多時間點可以選擇 但是這個時間點來結婚 對你的事業跟家庭方面 兩方面兼顧的穩定性是最大的 老師我可以偷問一下 對 現在是男生比較愛他 還是女生比較愛男生 這個可以算出來嗎 當然可以 這個在這個通常我們會用塔羅牌來 來算這個問題 好 OK 所以塔羅牌可以計算 所以我還是一樣 我們今天關鍵交流 也是這兩位美麗的女生 所以一樣 柔老師你怎麼跟他們 比如說我們先講這個巧欣 我們跟著一下二零一八年才是這個 縣市議長的這個選舉 不是二零一九 你怎麼 我們今天真的大報了一個新的新聞 許小新現在可能是政治未來明星 你對就你的這個了解 你怎麼來給他一些建議呢 基本上我看到巧欣的命表的時候 我非常看好他 對 因為以現在來說其實巧欣的 沒有那麼看好 現在的巧欣是還沒有發光 所以需要再磨亮一點 所以他其實整個運勢是往後看長的 往後 尤其是在二零一八 對 市議員選舉是二零一八 所以這一年他的運勢非常強 而且人際助力非常的好 所以這一年要好好的去珍惜 那其實再往後二零二零二一 二零二二 這時候的運勢都非常的強 所以說他整個的政治的路線是越走越順的 該不會第一年寫上議員就拼議長了吧 嚇一跳 那我們這位高議員呢 對 他真的會入閣嗎 或什麼之類的 我可不可以先講一下這個嘉瑜這邊 其實他明年是有機會可以生寶寶的 對 那把握 對那但是呢 就像剛剛老師說的 其實他今年必須要強力的養生 就是把今天的最大目標二零一六的最大目標 就是放在神寶寶這件事情上 所以如果這個部分可以去突破的話 那明年覺得有機會 那老師你要怎麼給他建議 讓他今年能夠想辦法 因為看起來 剛才不論用什麼方式算他都沒有 那要讓他有那一定要很努力 譬如說有關尾給他的時候 我不要關尾什麼之類的 換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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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高議員 重點是你要叫你男朋友去檢查 是他的問題 不是你的問題 我今天已經講這麼白了 有些東西我眼淚都會流出來 這些東西內容等我 你跟製作單位討論一下 就是剛剛嘉老師有伏筆 他有提到說其實是有機會 只是因為目前看起來是 這整個的狀態是不是那麼明朗 可是我們有看到其實 因為男生身體不好 如果今年就算 就算今年受孕的話 其實身體可能也承受不了 所以一定要把身體養好 明年絕對是一個機會 好不好 就多上節目 多開心一點 然後就可以當媽咪 所以明年我們就叫高媽咪 什麼之類的 好 所以講這邊 我不知道大家對於所謂的 就是對我們的高嘉瑜 跟我們學小青 有沒有些什麼答案呢 當然更重要的事情 是對我們會繼續來討論 對於這個運勢部分 就是星座運勢 有些什麼好處 我們知道現在 剛才我們講雙子座的人 可能在未來一段時間 稍微辛苦 但是到了九月之後 會越來越好 天平就要進入最旺的季節 那去年是 從去年到今年的這個年中 是處女 再往前是獅子 所以獅子就出現了柯文哲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老師 對於今年的各星座的 這個運勢來看 你怎麼來解讀呢 好就是十二星座的排行榜 我們總共當然一定有第一名 有最後一名 對不對 所以大家看了之後 不要太難過 然後要再接再厲 那我們要從第七名到第十二名 開始揭曉 還是要先揭曉前六名 我們應該先揭曉 我們可以先揭曉後面的 後面的 好 來一目了然就是這張表 OK 好 第七名巨蟹座 第八名天蠍座 第九名天平座 但是天平座你不用擔心 第三季之後就換你了 第十名水瓶座 一樣第三季之後就換你了 然後第十一名射手座 第十二名雙子座 雙子是朱立倫 對 巨蟹座是馬英九 天蠍座 然後天蠍是小鑫 小鑫 OK 天平呢也在這裡 都是第三季之後好起來的 是 然後巨蟹座的感情呢 如果你現在是單身的話 你要透過金有促成 三金步 阿姊 阿姨 給你介紹就會有一些好的對象 如果你是單身的話 在事業的方面呢 親力親為 工作方面壓力太大了 要注意保健自己的身體 在財運方面 家人可能會給你錢 給你方子 家人代財 或者說我家人就不可能給我錢 那可能家人會為你帶來 一些賺錢的機會 然後呢 第八名天蠍座 天蠍座在戀愛方面是浪漫跟繽紛的 而且天蠍座的小鑫要注意 因為沐昕在你的十一宮 通常是能夠在朋友的圈子當中 遇到很多讓你怦然心動的對象的 所以喜歡小鑫 小鑫現在的對象就要好好的加油 要不然有可能是會被追走 剛剛江博老師好像有預言這件事對不對 對 男的愛女多一點 女的好像沒那麼愛男的 所以他要撐很久才要嫁 而且等到他選上一元的時候才要嫁 就是男生就要小心一點 對 那時候聲勢更高了 OK 事業方面廣結人脈 要多出去拜訪 多參加一些團體 多認識一些朋友 能夠讓你多一些機會 財運的時候 因為土星在二宮 在財博宮 所以可能會有一些想要買房子 或是做一些重大的投資規劃 但是呢 在今年對你來講 做這個投資跟規劃或買房子的計畫 壓力都有一點點略略的高了一點 那我們來看第九名的天平座 天平座 天平座 戀愛方面要小心 因為木天對分 所以會有很多其他擦槍走火 或其他對象出現 在事業方面 鴨子滑水 有很多的計畫默默在心裡面規劃 在進行第三季之後可以付諸實行 財運方面按貴人代財 就是誰讓你賺錢 這些人你現在可能都不認識 或者是你都賺到錢 你還不知道這些安貴人是誰 第十名水瓶座 職場洩購 在感情方面呢 可以在職場當中遇到一些 你覺得還不錯的人 在事業的方面呢 職場是指的是同事呢 同事 或者是你的廠商 客戶 就是在這個面向都有可能 所以在裡面會找到Mr Right 或者是Mr Another Right OK 然後呢 事業方面呢 貴人相助 然後財運方面呢 水瓶座在今年要特別避免 借錢給你的朋友 可是看起來不錯 又有貴人相助 又有職場洩購 怎麼會排名第十名 他是要在乎什麼事情啊 那當然就是前六名更好 OK 那第十名還這麼好 又可以又有人結婚 又有貴人相助 對 那水瓶座呢 其實要注意的兩個就是說 在這些合夥當中 比方說你可能有人給你代財 但是在合夥的當中 你可能也損失一筆錢 那水瓶座呢 在今年呢 他也要需要注意健康方面的議題 這是水瓶 再來呢 第十一名是射手 你其實土星在射手的時候 自己給自己的壓力是很大的 倒不是說別人找你的查 但是自己給自己的壓力是很大的 所以事業方面跟感情方面 都能夠壓著滑水 然後能夠有穩定的進展 不要太冒進嘛 對 不要太冒進 冒進就會出問題了 對 你就是要放鬆再放鬆 不要給自己太大壓力 那如果有工作要找他呢 新的工作呢 對射手作用 那你就看你自己能夠做到什麼程度 就是不要 隨便答應 然後做到把自己累死 因為土星在射手 一整年都是這樣嗎 對 一整年 其實是接下來兩年 是 其實工作很多 壓力很大 然後身體上面承受的呢 這個可能會有點過勞的情況 這是射手做要注意的 財運方面也是要謹慎投資 那第十二名的雙子 雙子呢 雖然說我們把你放在第十二名 但是呢 你也是第三季 就開始會解脫了 在感情的方面 倒不是你自己會出現什麼狀況 而是你的另外一半 或者是你的老公 男朋友 他可能工作方面壓力太大了 以至於你每天都回家 都要看他的臭臉 或者是你就要幫他 幫他想辦法 所以那個兩個人之間的關係 可能有一點點低迷 然後你必須要一直不停的振奮他 不停的鼓勵他 所以呢 在二零一六年好好照顧你的另外一半 是要好好照顧李靜玉 對 對 要好好照顧他的另外一半 事業方面要突破逆境 突破逆境就是說 像你的主管 你的長官 你的老闆 可能你做這個他也對你不滿意 你做那個他也對你不滿意 常常都被叫到辦公司裡面去洗洗量 或者是公司的營運狀況不好 或者是這種情況 然後你就會覺得做起來很累 有一種不如歸去的感覺 那這個時候呢 他大概還要維持三季左右 一直到九月之後你才會比較順利 九月 慢慢等待 九月之前呢 你就放輕鬆 但是好好的加油 是 財運方面呢 牽線得利 就是會有一些人呢 給你帶來一些好機會 像或者是說 如果你是做什麼仲介業務 就會有家人朋友幫你介紹客戶 讓你能夠賺錢 OK 沒有前六個最紅的這個星座 我們賣個關子 等我繼續解讀 但是你知道過年最忘的事情什麼 就是去摸樂透財去 剛才我們小心不是說嗎 祝你希望摸什麼就賺什麼 那樂透好像不就虧完蛋了嗎 好 不論怎麼樣 今年誰有機會在哪個地方 買哪些獎券 你會賺到錢呢 其實在整個這事情 因為真的是有時候買獎券的事情 真的很巧 曾經有一個人他摸到就是 就是買樂透財得到最大獎 他是晚上做夢 夢到一個場景 他去玩 去台中玩 然後玩 因為他在這個臉書上面 有寫出這故事 他就去一家人去這個 台中的某個聖地去玩 也是大過年的 那他在過年的時候 就夢到一個場景 那個場景 那個街景什麼都有 然後他醒來也不在意 就是有這麼回事 結果中午不是要吃飯嗎 他們回到台中 接近台中市區的地方 是以前的台中縣 就是台中縣 我們就講神岡那附近 他們就全部就看在旁邊 就是到一個餐廳吃飯 然後就在吃飯的時候 抬頭他嚇到了 他為什麼嚇到 很驚悚啊 為什麼驚悚 因為他看到的 他所看到的那個街景 就是他晚上夢到的街景 連那個採券行的名字都一樣 所以他就去買了一張採券 結果果然真的給他中了頭彩 那麼當然這些事情 這是網路上面有的 我絕對不是虛構的 當然捷米也夢過數字 真的也夢到數字 我也真的買了 但是重點 而且六個數字還中了五個數字 但是我買的是大樂透 但中的是另外一個樂透 也有這種數字發生 所以人生無常 但是以前你知道 樂透最常開的地方 是這個 我們來看一下 以前最常開的是高雄 但是最近近兩年 臺中變第一名了 臺中的投獎新聞有十四個人 累計派採金額高達八十二億 那麼佔總投採的金額是三十九趴 那麼第二名是臺北 總共有十個人是投獎的幸運兒 派採金額是三十六點二八億 那麼比例是十七點六 第三名是高雄 高雄總共有七個受這個幸運兒 那麼累計投獎的採金 是高達二十七點五八億元 那麼這個佔投採的比例是十三點四 所以在最近過去這兩年 你要中同採 你一定要選擇臺中市 而且還有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要就是記得在睡覺的時候 旁邊一定要擺張紙 因為你如果夢到數字的時候 記得一定要把它寫下來 而且是兩個都要買 不像傑民 那是真的我記得對採的時候 六個中五個全身發麻 結果不是我的那個樂頭就是 好所以我要請一下問侯老師 侯老師以這個角度看 今年哪個地區還有機會報得這個投採 還有哪些年份的人比較容易中 男生女生好那今年一定要特別注意 這大過年了 好好的發一筆財 是這樣子 今年來講的話呢 我們的流年 這個猴年是秉申年 那麼他的這個偏財方是落在昆掛位 那昆掛位來講的話呢 就是我們所謂的這個西南這個方向 所以如果各位這個過年回南部 就是回娘家也好 或者是回去圍爐也好 經過這個臺中以南這些縣市 你都可以去試試手氣 他這個今年的大獎 比較有機會能夠落在這個西半部的 這個偏南的地方 寒臺中嗎 臺中是屬中部 所以應該是臺中以南 所以你可以走村 就走村的時候往南部多跑一點 好極了 老婆這時候我們在車上 我們就昆利以南一路買 好來繼續來 好 那麼如果各位就是說 在住家附近的話呢 你可以這個出門口以後 你就往你的西南方向 西南方向 就是昆掛位的方向去求編財 那麼至於這個什麼樣的人比較容易得呢 這個像我們這裡有解釋 就是說不同的你的出生日的這個原神 你可以穿著不同的顏色來搭配 來招這個所謂的財運 是 那麼現在APP大家手機 智慧手機都有 你很容易也可以去下載一些八字軟體 你可以去求出自己的出生日的天干 然後去對應我現在表這裡 那麼如果你是出生日天干 是甲乙的人 甲跟乙的人 你就適合穿黃色系 那麼如果是丙釘的人呢 你就適合這個穿白色系的衣服 那如果是霧跟擠的 那麼你很適合穿藍色系的衣服 藍色 那麼更新的人呢 這個適合穿綠色 那如果是認葵 認葵這樣的出生日天干的人 適合穿紅色 那由這個我們去APP就可以出入自己的 自己的出生年日就可以算出是以是屬於 嘉義天干哪個東西了 所以觀眾朋友麻煩你現在 如果你還在電視上 趕快去APP下載你到底屬於是 你是屬於嘉義還是丙釘還是認葵 然後趕快你在出門之前 因為中午你可能會出去穿這個衣服去買彩券 那麼彩券的特質在什麼地方 他有沒有什麼樣的彩券 特別讓我一進去買就投降了 好 那我們公佈這個秘密答案 秘密答案 來 觀眾朋友有福氣了 首先幾個原則教大家 你就挑一個採光好 通風要加 再來 人氣要旺 那再來呢 這個煞氣要少 再來最後就是地氣要強 這怎麼去解讀 採光好 我可以接受 通風好 我要過去拿一個賴打看風 有沒有跑掉 還有這個人氣旺是越多人去買這OK 煞氣少又很特別 所以煞氣少 地氣強 這要怎麼去判讀 好 我教各位 這個通風家也就是說 你進去不要覺得這個很鬱悶 或者說甚至還發出有煤味 那當然是不好的一個空間 所以你要空氣對流要好 那再來呢 人氣旺也就是說 人氣旺招 就是會招這個採氣 所以你要挑那個這個採券行 比較能夠有很多人在那邊進出的 你不要挑一個門口羅雀的 那這樣財神也很難踏進去 那有種可能 我站在門口say hello的時候 就很多人就過來了 我已經在那邊 睡那邊人氣也就旺了 所以你旁邊稍微站一下觀察一下 看到平均都是出入了這個人很多 那再來的話 煞氣要少 也就是說我們希望在這個觀察一下 這個採券行的門口 不要有很多的這個行煞去煞到它 比如說有什麼入圈 避刀 等等這些問題 這些外在條件 要去把它避除掉 講到這邊的老師 我看到有些採券行 喜歡把他的門特別坐高起來 這樣子有比較好 我看如果他們就特別 比如說一排房子 然後直接採券行 他特別就會做一個階梯 把它變得比較高 這有學問嗎 他就是取這個步步高升的意思 所以這是有學問的 所以有些財運行 他真的把樓梯坐高 是希望你進來的時候可以賺到大錢 對 但是我們要注意到他的採光 如果他看起來進去就暗暗的 就不要去了 當然 然後進去覺得這個氣場很好 然後周圍看看沒有什麼刀煞之類的 那地氣牆呢 地氣牆來講 當然在我們專業老師來講 我們會用我們的風水工具去測 但是各位如果沒有這樣的一個工具 我會建議各位很簡單的用目測的方式 因為我們都知道這個房子前面 我們都會做一些綠化的動作 那你透過觀察去看這個綠色植物 他長得漂不漂亮 翠不翠綠 如果是氣場好也代表他生氣旺 那麼生氣旺的話 那個植物就長得翠綠 長得很茂盛 那如果這個植物長得都快要枯死掉了 那個整個是這個都是垂頭上氣的 那代表那個氣場是不好的氣場 所以財氣就進不來 好 所以等會我們要請江老師來講 財運 他等會有測字 觀眾朋友要走開 等會要測你的字 但是我們剛剛徐老師還有六個星座 還沒有講 我們等我們講完之後 觀眾朋友都要關注你要測字 看你今年財運如何 好 那個那個徐老師 我還有三 六個星座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揭曉 前六名好了 第一名是我太太 來 第一名是你太太處女座 還有我們製作人也是處女座 製作人處女座 OK 太好 然後第二名摩羯座 第三名金牛座 第四名牡羊座 第五名獅子座 第六名雙魚座 老師我有小問題 一看出來 你說我們中華民國是屬於摩羯 那今年應該是第二好 可是我們大家說今年會天災人禍不斷 天災人禍 但是總是有一些地區有一些人 他還是會逆勢走高 在這種危機當中的機會會減到便宜 還是會有一些這樣子的人 好 那回現在處女座 來處女座 在情感方面是穩定成長 那其實對處女座來講 因為木星入你的上身星座 所以老實講 你會出現好幾個不同的對象 對單身的人來講 你可以好好的選擇 那已婚就不用了 已婚的就要小心誘惑 OK 但是 回去關注一下我太太 對 OK 然後事業方面貴人相助 所以是事業方面是很好的 那也會有一些處女座的朋友 想要出來自己創業 有一些年輕的處女座朋友 可能會出國去念書 去讓自己有一些好的經驗 一下這選項不屬於我們製作人的 OK 製作人要乖乖留在節目裡頭 我之前需要貴人發貴人 貴人這樣出來 來 那處女座他是正偏財運動望 的一個機會 那再來我們看摩羯座 摩羯座特別要注意 會有舊愛回歸的現象 或者是你會遇到一些 讓你感覺是命中注定的人 OK 所以感情方面是會有一種 很強烈的吸引力的人出現在你身邊 等一下我想起來我們的這個新的總統 蔡總統他也是處女座的 對 他是處女座 所以他今年正偏財旺 那會不會帶我們帶我們國家財旺 當然會啊 是 我希望大家都賺錢來 摩羯 那摩羯在事業的部分 遠地有好機會 所以異國運家 然後越跑越旺 在財運方面 對摩羯座的朋友來講 心想事成 當然如果你是領薪水 那大概你就想說 我要升官升到什麼程度 然後我一年要多賺多少錢 其實很有趣的是 當你一年想決定 你要多賺多少錢 而這個工作機會 你會不能夠給你那麼多薪水的時候 就會有別的工作機會來找你 這麼好 摩羯座 算你好運 第三個是金牛座 桃花運最好的 其實就莫過於金牛座 在今年 是屬於桃花朵朵開 然後在事業方面呢 他一樣遠地會有一些機會 可能會有一些去國外工作的機會 或者是挖腳 外國公司 跨國的產業 財運方面 特別是投資運方面特別的旺 那第四個是牡羊座 牡羊座在感情方面 會有天雷溝動地火的現象 就是一看到就超有感覺的那一種 OK 事業方面呢 事業可以翻身 其實對牡羊座來講 受到這個天王星的影響 前三年 所以牡羊座 是今年最適合談戀愛的一年 牡羊座呢 其實他這兩年都蠻適合談戀愛 而且都是天雷溝動地火 所以意思就是說都沒有想要穩定 都沒有想要結婚 但是換換對象還不錯 所以只是單純談戀愛 但是不考慮婚姻 不考慮婚姻 就是愛情生活多一點點 對 好吧 那事業翻身呢 事業翻身是前兩三年 對牡羊座來講 動盪都很多 突然之間換工作 突然間換老闆 突然間換部門 但是在今年可以穩定下來 OK 然後呢 在財運方面 工作代財 所以是正財運旺的一年 那第五名是獅子座 獅子座呢 對於獅子座來講 如果你現在已經有對象的話 戀情是穩定的 如果你現在是單身的話 留意你身邊 年紀比你大的 這個爸爸型的情人 或者是大姐型的情人 OK 女生男生都一樣 男生都一樣 就年紀比你大的 在事業方面呢 也是遠方得利 去遠的地方 對你比較有幫助 財運方面 正財穩健 但是對獅子座來講 如果你今年還在決定要什麼 開公司 創業 擴大規模 買土地 買廠房 那我告訴你 你今年要注意 你今年要保守 那第六名是雙魚座 對雙魚座來講 感情方面是多重選擇 就是很多不同的對象 給你選 裡面也有金桃花 也有爛桃花 也有好的 也有壞的 你自己眼睛睜大一點 多問問身邊人的意見 在事業方面 渴望升官 有往上爬的機會 在財運方面 伴侶帶財 另外一半為你帶財 這是雙魚座 廣告之後 我們要算你的財運了 那我們等會有幾個數字密碼 讓你挑喔 好 等我廣告之後 我們來看看江老師帶什麼財運密碼給你